如何才能练成狮子一般的咬合力呢 很简单 每天用下巴拉200公斤的杠铃就完事了 德川早上起来喂鱼 发现院子里吊了个人 向他马上过去查看 还以为是有人上吊 走近一看竟然是杰克呀 杰克屁竟然吊了一根绳子在树上咬着睡觉 杰克你快醒醒啊 嗯 杰克醒来 转身发现了德川 说了说抱歉便跳了下来 你在搞什么鬼啊 一大早在人家院子里上吊吗 杰克表示不用担心 这就是在睡觉 日本的床他睡不惯 出来休息了不是 这也能算休息 当然 德川不知道的是 咬到真正的训练有多恐怖 训练室内杰克用牙咬着绳子 将杠铃举起 这就是杰克训练咬合力的方式 不断地张嘴 再用巨大的下额力量 梦然闭合 如此恐怖的咬合力训练方式 杰克随便一练就是一天 连吃饭都不能休息 牛肉不吃肉 只吃里面的骨头 再用嘴巴开个叶子 用椰汁将高科技一把顺下去 吃完了再打上一针 这顿饭才算是吃完了 不过这真那么能算是一顿饭吗 这就是杰克 为了变强 他能用尽一切手段 明知科技很活 可以变强而不用 那就是个闹钟 只有变强才是正义 两人叹化间 突然传来剧烈的震动 是你的对手来了 杰克推开门 宿迷正在进行四股训练 按照约定 今晚就是宿迷和杰克的大战 现在算是齐前碰面了 就在这时 宿迷一脚踩下 沙拉剑天崩地裂 强入杰克也被宿迷可怕的力量震惊了 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地走向了宿迷 看着两米刺散的杰克 连宿迷都不禁感叹 这家伙也太厉害了 绝对有超过横岗以上的顶级实力 哼 彼此彼此啊 宿迷迫不及待地想要干杰克 却没想到被对方拒绝了 现在要打也不是不行 我只是更喜欢有观众的场面 此言一出让宿迷感到失望 各种科技与狠活的战士 居然因为没有人应援就不想战斗 同为犯马 你的蠢度不够啊 这下可把杰克整机眼了 直接一拳红薯 没想到宿迷就用头硬扛 接着宿迷反击一掌推出 强大的力量让杰克被拍在脸上直冒眼 但下一秒 宿迷就惊呆了 不知何时 自己的小拇指居然没了